就在上周三 坐拥全球1.4亿粉丝的马教主 罕见地发表了对中国同行的看法 他说 没有贸易壁垒的话 中国的电动车会摧毁绝大多数竞争对手 要知道 考虑到当前非常引号友好的中美关系 还有特斯拉在中国的厂子和销售 马教主一向对中国同行 甚至是与中国有关的事情谨言慎行 就是那种能少说一句 绝不多说半个字的小心 和他在推上天天胡吹六哨的状态 汗若两马 而这次的罕见表态 其实是他就美国政府和车企利益集团 担心中国车企借到墨西哥 涌入美国的一个回应 但不管他的态度是什么 他都点出了一个事实 对美国人来说 中国车确实要来了 大家好 这里是海狸汽车台 我是爱看马教主跳舞的海狸 咱先说 中国的新能源车 真的支愣到了不用贸易壁垒 就挡不住的份上了吗 嗯 是的 就在前几天 德国媒体报道了一起倒卖案 一个当地经销商 引号平行进口了22辆中国产的大众ID6 这车在中国 一辆合1.5万欧元 但在德国就要卖4万欧 大众德国和德国消费者知道以后 都怒了 大众德国怒的是 能不能过了 这不是砸厂子吗 然后就把这家经销商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销毁这些车 并且承担销毁的费用 德国消费者怒的是 我是韭菜吗 我冤大头吗 一模一样一辆车 差出一倍还在拐弯 要脸吗 这事我还在吃瓜英 有结果就跟你们说 通过这事 大家也就能理解 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多大了吧 而且以我的观察 中国的新能源不仅成本优势大 各方面水平也的确很高了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新能源起步比较早 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 再加上大家都卷 做的都很不错 感觉只要不是跟特斯拉直接对标的车 在海外就都能横着走 我这么说你肯定会想 至于吗 至于 我给你说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在北美 你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电动车 是雪佛兰的Bolt 是一个跟比亚迪海豚差不多大 续航比海豚多个大概五六十公里的两箱小车 就这么个车 最便宜一款 和人民币都快二十万了 和海豚之间 最少差出了两个miniV 而且疫情这几年 北美的供应链 那叫一个稀碎 再加上恶性通胀 车的价格 那是普遍涨到没谱 我就给你用我最喜欢的四代塞纳举例子 这车在中美两地都是本地生产 热度很高 上市的时候正好赶上疫情 如果从官方定价上看 同配置下的美版塞纳 一直都比中国版的低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哪怕美国的人工成本显著高于中国 美国在汽车制造业上的总体成本 仍然是很有竞争力的 但后来的事情就很飘逸了 在中国 塞纳的官方起售价就没变过 加价也只是在第一年 到二三年 国产塞纳的实际售价 已经比官方价格低了一到两万不等 但在整个北美市场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塞纳的官方建议零售价 每年都涨不说 上市以后 这车加价就没断过 而且是越来越离谱的内容 二二年那会儿 我想定一辆塞纳 4S店的回复是 等两年 你没听错啊 等两年 不想等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那就加价 加价金额从两三千到上万美元不等 但是就算加价了 也得照着三个月半年等 如果一天都不想等 也不是没有办法 可以买二手车 我当时看见几个半年车龄的塞纳 一问 比新车贵了两万刀 对 你没看错 就是两万刀 而且一分钱不讲 我当时都懵了 我心想 你看我是像韭菜吗 但现实告诉我 我可能的确不是韭菜 我只是单纯 那车不到一周 就卖出去了 我就 最过分的是 不光塞纳加价 北美市场能买到的同级MPV 就是美版奥德赛 道奇大吉隆和启亚加华 没一个不加价的 连加华都能加价了 连都不要了 这种情况 从20年持续到现在 最近才刚刚有所好转 真的 疫情这几年 可给北美的老铁折腾毁了 市场上的车就这么多 靠谱的更是少之又少 你能选的 就美国车 日本车 韩国车 你要问欧洲车呢 还养伤的呗 15年那波 针对大众柴油车 尾期排放作弊的大早当 基本上就把现在美国 本土生产的欧洲车 赶尽杀绝了 我倒不是说 大众排放作弊情有可原 我想说的是 在美国做生意 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这就导致美国市场 长期竞争不足 好卖钱的车 可以漫天要件 不打地的车 不努力 也能凑合活着 大家不是不想买个靠谱 好开省油的车 是实在没得选 所以我觉得 说一句 美国人民苦美国车市 久矣 一点都不过分 国内头部车企的 新能源车 随便拉一辆过来 都能卖疯了 这事儿 其实在美国的车企 是知道的 但是有关税扛着 他们是不害怕的 可一旦中国的车企 在墨西哥开场 情况就全变了 这就不得不说一下 墨西哥特殊的贸易地位了 早在94年 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签订那年 它就开始享受 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 零关税政策优惠 这个协议内容很多 我就不展开说了 我就说一下结果 就是 不管是车企 还是零部件企业 只要是在墨西哥 开场生产 那他们不光能 证墨西哥人的钱 还有机会证美国人 和加拿大人的钱 关键还免税 是不是很有吸引力 除了贸易地位 墨西哥还是一个 对汽车产业 非常友好的地方 你别看墨西哥 整体工业水平很一般 但它汽车工业 异常发达 和美国加拿大比起来 它不光合规 土地 人工等很多成本都要低 民间汽车文化也很丰富 所以包括美国车企 在内的全球各大车企 在墨西哥都有厂子 墨西哥也一直都是 美国最大的 汽车零件出口国 能占美国进口零件的30% 同时墨西哥也是 中南美洲 汽车零件最大贸易伙伴 虽然墨西哥的 汽车消费能力 全球前十开外 但它却是 全球第四大汽车零部件 生产国 和第六大汽车生产国 所以汽车产业基础 是很不错的 但是就这么个 整车和零件生产大国 却一直没有 自己的民族汽车品牌 这背后的原因 咱这次不展开讲 简单来说 就是美国太近 天堂太原 这些综合下来 就导致了一个结果 就是墨西哥汽车 价格偏高 利润空间很大 而且外国汽车品牌 在墨西哥经过长期发展 早就形成了等级和坐次 品牌之间竞争不够激烈 这就给了 中国车打拼的空间 哪怕是中国车 要交25%的关税 可架不住车价低 所以这两年 中国品牌在墨西哥 销量井喷 我前面已经做过 两期武林和奇瑞 的墨西哥的视频了 对这块感兴趣的 可以去挖挖坟 当然 中国品牌 也是要排座次的 当下做的最好的 分别是上汽通用武林 上汽明爵 还有奇瑞 国内一些 比较有排面的玩家 像比亚迪 吉利 长城 长安 也都在抓紧去墨西哥 以23年为例 中国总共向墨西哥 中国品牌的乘用车 占到了当地乘用车 总销量的20% 墨西哥也顺势 成了中国车的 第二大出口地 考虑到第一出口地 俄罗斯当前的 非正常状态 墨西哥已经成了 中国汽车品牌 出海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但这一波出海 和以往历次的 中国车出海 还有一个本质区别 那就是 中国的零部件企业 也出去了 事实上 有些零部件企业 到墨西哥 要比车企业还早 而这事 如果从根上倒腾 还得谢谢特斯拉呢 具体咋回事呢 抛开特斯拉的 牌面和技术不说 特斯拉真正起飞 是依靠产能爬坡 而产能爬坡的 最大工程 就是上海的超级工厂 作为特斯拉 当前投产的 六个工厂之一 上海工厂 占了特斯拉 总产量的54% 一半带拐弯 这工厂是处在那的 咱吃瓜群众 都能看得见的 但工厂背后 上百家中国本土的 零件供应商 是我们看不到的 他们才是让特斯拉 真正腾飞的关键 早在特斯拉 还在为生存奔命的时候 他就满世界 找配套的供应商 但是当时的一些 零部件巨头 尤其是美国本土的 一些公司 要么是对电动化的 未来没信心 要么是对特斯拉 没信心 就没搭上特斯拉的车 但中国的很多供应商 愿意冒着特斯拉 黄了的风险 投钱研发新能源车 专用零部件 扩产能 当然他们也赌赢了 因为特斯拉的成功 他们一个个赚的盆满钵满 再加上过去几年 国内和国外传统车企 纷纷转型 他们中有不少 都实现了阶级跃迁 比如像做真木条 真铝条 氛围灯 仪表板 这些内外式的宁波滑翔 它在94年 就已经是上汽大众的 一级供应商了 但是通过和特斯拉合作 全面进军充电口 电动踏板 电池包可体 高压防护塑料件 这些新能源配件 今天已经是全球大车企 一线新能源零件供应商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就像张子怡 在没拍一代宗师之前 也不是业务不行 但是的确没拿到那么多奖 就是缺了这么个契机 这个例子也许不太恰当 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大家能理解吧 还有更猛的 直接收购了自己 细分领域里曾经的老大 比如做安全带起家的军胜电子 收购了日本高田气囊 就是那个大概坑了 咱们知道的 每家车企的高田气囊 它家除了气囊牛 现在还有高压电切断器 主动安全系统 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 车载充电器 等等这些新能源车 相关安全系统 也是全球供货 其实这样的例子真的不少 但因为不是这期视频的重点 我就不展开了 要是大家感兴趣 咱找个时间 聊聊行业内牛叉闪闪的供应商们 来我们回来继续 当马教主决定在墨西哥 开场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叫上了 中国这些靠谱的供应商 一起去墨西哥建厂 这个操作 还有个专门的词 叫特链出海 是不是还挺形象的 所以中国车企和零部件企业 这次一起发力 他们之间不仅能够形成规模效益 还能互相帮衬 可以让对方在激烈的竞争中 都更抗揍 说了这么多 这是不是意味着 只要在墨西哥站稳脚跟 中国车进美国 就是手拿板断的事情了呢 当然不是啦 美国早就把坑挖好了 早在20年7月1号 用来更新和替代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生效 美加莫协定规定 北美地区生产的汽车 要享受零关税优惠 需要满足75%的组件产资本地区 比之前的62.5%比例上升 墨西哥加拿大 每年可以免税向美国出口的乘用车 最多都是260万辆 墨西哥最多 可以向美国免税出口 1080亿美元的零部件 加拿大最多可以向美国免税出口 324亿美元的零部件 此外 当成员与非市场经济体 签署条款的时候 谈判前的三个月 要告知其他成员国 签署前30天 向其他成员国公开协定全文 其他成员国提前6个月通知 就可以脱离协定 这条就是针对中国 量身定制 此外 美国还签署了2022年降低通胀法案 对待美国享受税收抵免的电动车 提出了电池材料及其组件的原产地要求 其中一项明确 至少50%的电池组件 是在美加莫制造或组装的 这些规定 实际上已经提前限制住了中国车企 和来自中国的供应商 在北美市场可以享受的整车和零件的免税总额 同时还要像特斯拉这样的车企 去竞争这块已经被划好的蛋糕 但不管怎么说 这总归是个机会嘛 而且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云梯 就像日本车企那样 面对80年代美国的围追堵截 就坚持用对方制定的游戏规则玩下去 这也不开启了在美国吃香喝辣的20年吗 中美关系虽然和日美关系有本质的不同 但就像京海市第一捕鱼大人强哥说的那样 风浪越大 鱼越贵 说了这么多 今天中国车企扎堆在墨西哥 虎视眈眈盯盯着美国市场 就等着踹门这个架势 归根结底 还是美国过去20年坚持脱石向虚 任由制造业向外流失 同时对外国品牌严酷执法 导致国内竞争不足的苦果 所以振兴实业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最后我们来盘盘 最早一批进入美国的中国车企 可能是谁 排在我心里的第一名 必须是齐瑞 我甚至觉得如果别的车企进美国是为了挣钱 那引老板进美国就是执念 就是严宁可亏钱 也得让俺家的车开成美国领土 早在05年的时候 齐瑞就试过去美国 前几年 他跟美国本地一个大经销商 哈尔里外里谈了好几年 想用贴牌的方式进去 都谈得差不多了 结果哈尔在疫情期间黄了 齐瑞的美国之行就这么嘎了 现在有这种取到墨西哥去美国的机会 齐瑞会不去 鬼猜信 这波 最近齐瑞已经在和墨西哥政府洽谈工厂选址 据说是要以星土品牌为主 引入混动车型 让美国人也体会一下自己祖传的多品牌战略 一个字 绝 除了齐瑞 上汽明爵和上汽通用50 我觉得他们也会去 毕竟他俩在墨西哥发展的不错 而且市场份额也很好 再加上燃油车和混动车 都具有非常大的价格优势 不去我觉得也不合理 除了以上这些 我觉得还有两件应该也会去 那就是比亚迪和吉利 比亚迪的大巴 在美国加州已经稳定投产了好几年了 他光吃加州这一个地方都能活 吉利呢 严格的说他已经在美国了 乌尔沃轿车 在南卡罗莱纳有个工厂 在生产S60和XC90 那么你觉得 哪个中国品牌会第一个登陆呢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还请关注点赞和转发